阿渡山在今天下午四點多 發生了火燒山 人燒面積超過兩千平方公尺 也因為面積非常的廣大 而且很難接近 所以火勢到這個今天晚間 還是持續延燒 但是因為附近就是溫泉飯店 臺中消防局是出動了三個分隊 三十名緊一消 到場搶救 避免火勢往飯店蔓延 可以看到黑夜裡整片山頭 是紅通通的一片 煙霧瀰漫 火是不斷地燒著樹 而消防員用拍打的方式 希望能夠撲滅 但是因為乾燥 造成雜草持續的燃燒 而且現場水源不足 所以很難完全撲滅 不過到今天晚上七點多 火勢範圍已經縮小 對附近的民眾 沒有立即的危險 目前還在持續的搶救當中